日前,赞比亚北方省警察,逮捕了孟威地区,的两名华人男子,据称,这两名华人男子指控一名赞比亚男子盗窃建材,后将其殴打致死。 据当地媒体报道,两人在逃往卡萨玛市时,遭到警方拦截并逮捕,将于禁机出庭,方省警察局长理查德姆恩证实了这宗案件。 他表示,9月9日,承接凯特木窟窗窗窗宫殿的两位中国公民,因使用木板和拳头对受害人,42岁的Liversto,Chiles进行殴打,最终将他打死。 我们以谋杀的罪名,逮捕了两名中国公民,32岁的尹先生,和42岁的赵先生,死者生前是该地区的一名保安,被二人指控偷窃铁皮。 现在,死者的尸体躺在卡萨玛综合的停尸间。 姆温表示,据悉,死者有妻子和两个孩子, 卡尔特姆库鲁是撒比亚最大的族群担保的至高首长领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大家 看看